原小姐前一天台南沿水风炮 一早就举行起炮仪式 现场风炮乱窜 简直刺激到不行 起炮只不过两座小炮台 就已经威力十足 离风炮的民众 后外套安全帽 已经全副武装 但完全挡不住 这个外套上 都是风炮烧焦的痕迹 就是喜欢离风炮的快感 民众个个都好兴奋 今年的盐水风炮 还特地用遥控直升机 来揭开序幕 在元宵节当天 将有两百多座的炮城 六十几万发的风炮 比去年还要多 为了阳年应景 淹水风炮 这一次的主灯 就叫做三阳开态 非常有看头 元宵夜三座花灯炮台 会一起释放高风烟火 让游客来离风炮 赏花灯赏烟火 一起感受最精彩的 声光效果 记者赖冠章 陈古明刚貌柔 SN小组 谈的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